现场的连线消息来关心在桃园县的杨梅 有一间废弃的轮胎工厂在下午一点左右 突然一下冒出大火而且烧了有将近一个小时 大批警销赶紧前往现场来灭火 目前情况如何呢 我们连线请王雷雅带我们去关心 雷雅 是的主播 现场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我整个天空浓烟密布 不断的冒着黑烟大火不停的燃烧 因为旁边有许多的稻草跟树木 导致火是一发不可收拾不停的燃烧 多名的消防队员赶紧拉水线紧急出动救援 这场大火是发生在今天下午大概一点多左右 在桃园县杨梅镇的这个废弃的轮胎回收工厂 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燃起了熊熊大火 现场还不停传出塑胶燃烧的恶臭 目前初步怀疑是因为连日的高温 导致这个回收厂起火燃烧 现场延烧将近了一个小时 出动大批的警销来前往灭火 花了将近三小时的时间 火事才终于受到了控制 只是这个废弃的回收厂 到底为什么会莫名的起火燃烧 原因目前还要在调查 这是目前现场最新的情况 将现场交换给彭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雷雅 带我们来看到现场的画面 您可以看到可能是因为连日高温的关系 结果这个废弃轮胎厂竟然是自己起火燃烧 而且大火燃烧了三个小时才被控制住 您可以看到农业密布真的是相当的惊人 我们谢谢雷雅的领线消息 我们下期末衣证的领线消息 然后我们下期末衣证的领线消息 我们下期末衣证的领线消息 我们下期末衣证的领线消息